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人英文就叫Asian 所以你要是去国外旅游 当地人可能不确定你具体是哪儿来的 可是知道你应该是从Asia来的 那他们就可以推测你是Asian 推测英文就叫Infer Infer They infer that I'm Asian 他们推测我是亚洲人 那Asia有哪一些国家呢 当然有中国啊 中国就叫China China 然后中国人就叫Chinese Chinese Chinese也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代表中国的的意思 我们从China再往Southwest西南的方向走 有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叫印度 印度英文就叫India India 然后印度人或者印度的英文就叫Indian Indian China和India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大的国家 人口英文就叫population population OK那我们有China 有India在Asia里 还有哪些国家呢 当然也有日本 日本日本英文就叫Japan Japan 然后日本人或者日本的就叫Japanese Japanese 大家这里可以注意一下 Chinese和Japanese 代表人或者这个国家的东西 结尾都是一致的 是一个ese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后缀 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东西 与此同时 这个是我们众英的音节 大家听一下 Chinese 中英在ese上 OK我们有China India Japan 我还能想到韩国 韩国英文叫South Korea South Korea 然后韩国人或者韩国的 我们叫Korean Korean 大家注意 Korean 结尾加了一个N的音 然后Indian 结尾也是加一个N的音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方式 代表一个国家的人 或者一个国家的东西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啦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 尽量用多个词造句 比如 I love Korean food 我爱吃韩食 或者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中国人口非常大 OK Well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接着聊 Continence 阿陆的话题 上次我们聊过亚洲 Asia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欧洲 欧洲英文叫Europe Europe 然后欧洲人叫European European 那Europe有哪些国家呢 首先我们有英国 那英国其实是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有点复杂 最常见的说法就是Britain Britain 有时候我们也会见到England England 那区别是什么呢 实际上Britain是England和苏格兰的合成 所以Britain是包含England 那英国人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叫British British 我们也可以叫English English 那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见到一个苏格兰人 然后你说他是British 这个是OK的 如果你说他是English 那这个就错了 与此同时 说英国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Englishman 那结尾的这个M-A-N 是代表一个男人 所以用他说女性的时候是不适合的 所以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越来越少 OK 那除了Britain以外 Europe还有哪些国家呢 Europe也有法国 法国英文就叫France France 然后法国人或者法国的就叫French French Britain France是两个国家 还有哪些呢 我们有德国 德国叫Germany Germany 然后德国人或者德国的东西 我们就叫German German 如果我们再往South 南方走 我们会见到意大利 意大利英文叫Italy Italy 那意大利人和意大利东西 意大利的 我们就叫Italian Italian 最终呢 我们有欧洲最Eastern 东方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英文就叫Russia Russia 然后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德 我们就叫Russian Russian 大家注意一下 German Russian Italian 的结尾都是用一个N字母的 跟我们之前学的Korean和Indian 是一个规律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 尽量用多个词造句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 国际的 我们已经学过了很多的国家 我们今天要接着拓展这个话题 以及聊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 国际的英文就叫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的事情 一般都是牵扯到各种各样的国家 他们之间的互动联系和关系 那首先国家 英文叫 Country Country 然后除了Asia和Europe的国家以外呢 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国家 有哪些呢 有美国啊 美国英文叫 America America 美国人或者美国的 我们叫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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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它也是两个大陆的名字 北美的大陆和南美的大陆 就是要在America前面加个 North和一个South 那除了这些大陆以外 我们也有非洲 非洲英文叫 Africa Africa 然后非洲人 我们可以叫 African African 那大家注意 Africa是一个大陆 它不是一个国家 Africa里面有很多的国家 那世界上有没有个大陆 它也是个国家呢 有 这就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英文叫 Australia Australia 它又是个country 它又是个continent 然后澳大利亚人 然后澳大利亚人 我们叫 Australian Australian 聊到country 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聊到它的财产 也会聊到它的资源 那财产 英文就叫 Wealth Wealth 这些财产和资源 这些 Wealth呢 都是有价值的 价值 英文叫 Value Value 然后价值的 有价值的 或者有用的 宝贵的 就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叫 Value Value 不同的countries 会有不同的 Wealth 或者不同的资源 然后会互相做交易 会Trade 通过 International Trade 每一个country 都能享受到 它需要的资源 可是有时候 两个country 会打起来 打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叫 战争 战争 英文叫 War War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 都学完啦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 尽量用多个词造句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